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把草鱼买回来 别等着红烧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辣爽口 就这个汤汁 都可以吃上三碗米饭 首先把草鱼背部 打上花刀 不要切断 我每天都分享有点美食 麻烦你给我点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清水中加一勺盐 搅滑开 加点葱姜和少许料酒 放入草鱼 给它浸泡个10分钟 这样做可以很好的去腥 还可以使肉质 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锅中有热 下葱姜蒜 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点小米辣 将它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适当的清水 调味就很简单了 只需要一小包 这个酸汤调味料 这个料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再放了 它一大包里有四小包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次 它还可以做酸汤肥牛 酸汤肉片 都非常的好吃 水开放入草鱼 盖上盖子 小火煮个10分钟 倒金针菇和豆腐 再煮个5分钟 这样做的草鱼 汤鲜味美 酸爽过瘾 全家都爱吃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收汤 做起来吧